那些喜欢冷战和冷暴力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 在我做过这么多情感咨询的案例啊 我发现喜欢冷战和所谓冷暴力的绝大多数是男性 女性啊就是我宁可不睡觉 我宁可争吵 我也希望这个事情不要过夜 我们把它说清楚把它解决了对吧 那男的不是啊 他就需要静一静 他会回避这种冲突 所以呢他的这种回避 在女性看来就是冷战和冷暴力 男性为什么会回避这个冲突呢 因为他们真的感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冲突 或者换句话 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女性这个复杂的脑子里 到底每天在想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男士其实都是直男 除非是那种身经百战的情场浪子啊 他就拿捏那种女性心里拿捏的特别准 那绝大多数真的是直男 比如说你跟他吵架抱怨 你就希望他过来哄哄你抱抱你就完了吗 那男的非一下子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越摆越讲你就越生气 然后他搞不清楚 他说你看我这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你怎么越来越生气 那么声音越来越大 你怎么开始咆哮 你怎么开始摔东西 你怎么开始哭呢 对吧 就把他吓到了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 他会觉得可能冷静一会就好了 你是在情绪上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而会选择逃避这种面对面的冲突 但是呢 有的时候他的这种所谓的冷战或者冷暴力 他的这种回避冲突就会让女性更加的愤怒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 真的是可能男女这种思维方式 沟通方式解决冲突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大家多一点理解可能就好了呢